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东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发表演说 批评中共在台海的挑衅行为 更要继续深化对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而美国众议院也提出 众议版的台湾政策法 甚至保留原本敏感的台湾外交地位条文 学者分析众议版的台湾政策法案 包含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战略走向 不过除了较敏感的外交部分外 众议版的法案与参议院版内容大多类似 像是授权未来五年提供台湾65亿美元的 均援等等也表达支持台湾 参与联合国体系 不过最终到底哪个版本 有更大的几率通过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像等同于参议院外委会 一开始所提出的这个 台湾政策法案的一个后面的背景 跟他整个后面的一个氛围 就是他们认为是要高度支持台湾 我先提我有这样的草案 那最后再看大家的意见是如何 真的是很难以判断 都要走一步算一步 外界才能够做一个观察 在今年底通过的确有 他技术上的一个难处 那最坏的话就是在2024 拜登总统他任期结束前 也一定会通过 参众两院版的台湾政策法 核心思想都是明确表达挺台立场 只不过美国本届国会明年一月就起满 两院版本存在的差异 还需要再协商 明年有没有希望通过 就看各方势力如何角力 欢迎新闻客观展阳指寓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